詞曲 李宗盛 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我家小時候就開始有養狗啦 但是是我爸在養 那他的曲名也很奇怪 因為他主要是當作看門來使用 因為我們家是開那種小工廠 所以他曲的名字是比如說是車的名字 那像我記得印象最深的第一隻叫做Jaggar 那現在這隻叫做那個Porsche 就是以這種很奇怪的 車的名字當作狗的名字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家養狗主要的作用就是當開門 那小時候就是跟狗啊就是 每次回家就會 就是我們家的狗就會叫 就是會跟牠有些互動這樣子 那假日的時候就要幫牠洗澡 因為說狗會很醜 那每個假日都要幫牠洗澡 那長大之後因為大學生好像蠻多人養貓的 那其中有一些室友也曾經養過貓 那這些貓的清理很奇怪 我跟動物好像都幫牠們清理這些貓 我們室友都不太清理動物的東西 那到時候牠們的貓的這些 比如說貓殺或者什麼都是我在幫忙清理的 那跟貓其實也有一些關係在啦 在長大之後 因為都市生活好像比較不能養狗 所以大家就會養一些小寵物 像貓會比較多 那我女朋友自己之前到國外去念書的時候 她的室友也很剛好養了一隻貓 那也是好像跟身邊 常常都跟這些小寵物有一些淵源在啦 因為小時候其實在 因為我們那個社區裡有一些 其實也蠻多流浪狗的 那這些流浪狗也會 所以常常就聽說 欸哪一隻哪一家的狗又 哪一家的母狗又生了幾隻的小狗 那多很多怎麼辦 然後到處送的沒有人要 那我想當世界沒有人要的小狗 到最後就變成我們那個社區的流浪狗 所以其實流浪狗的問題 在我小時候其實就已經非常嚴重了 那到現在大家又在 最近蠻多比如說在Facebook啊 或者在網路上大家就蠻多 在推行這種可能是以任養代替購買啊 或者是騎傑渣來代替菩薩的這種情況 因為網路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那種以前 處理流浪動物的方法都被揭露出來 包括菩薩很殘忍 那種照片都不敢看 我就直接按那個隱藏 我知道那個情況 但是我就是按隱藏 因為實在是真的很血腥啊 所以我覺得現在以傑渣來代替菩薩 或者是以任養代替購買這種方式 其實是比較 比較現代社會的做法啦 就是比較能夠有效減少 減少這些流浪動物的數量 因為不管在什麼樣的社會 它一定有部分的世主 是它是惡劣的世主 或者是它可能因為經濟 或者什麼因素 把這些流浪動物就是 就把它原本養的蟲 變成流浪動物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計劃還蠻不錯的 因為它是走遍各個 比如說台灣各個縣市 它去拍一些各地縣市 就是處理流浪動物的情形 比如說台北新竹桃園苗栗 甚至高雄屏東 它怎麼樣處理這些流浪動物 因為每個縣市有每個縣市的不同 那比如說台北它可能是比較 台灣算是比較現代化的都市 那它可能有它自己的一套做法 那如果可能到了嘉義台南 那這種浮原遼闊的地方 它處理流浪動物 它甚至對流浪動物的定義 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紀錄片的這種活動呢 其實我覺得是蠻有意義 可以讓大家見識一下 台灣縣市 各縣市它現在的做法 那另外呢 我們也可以在這個影片 被傳到網路上之後 我們可以參考比如說來日本啊 香港新加坡 或者是可能中國 馬來西亞印尼 他們其他國家 對流浪動物的這些處理的方式 就是如何來宣導 如何把這些東西回來宣導我們自己 台灣讓台灣的流浪動物 有過得更好的一個 不能講被處理 好像有點怪怪 我覺得是怎麼樣 讓這些流浪動物 有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或者是他們 他們也是一個生命 那我們也要 均一與人道的立場 我們是要好好照顧這些動物們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是蠻 蠻支持這個活動的啦 生命來不及等待 改變從現在開始 讓我們一起貓狗幸福走上去